刚才特别想喝那碗小米粥 花三百万喝一碗粥啊 总得有一个投资的理由吧 其实咱们脚下踩的这个土地 还有乡村 一定会吸引着一群人 他就是特别喜欢这种乡村和自然 特别像我们从事这种生态农业 不用农业花费出淘季来种田 不用花费添加季来 加工这些食品 一定会有一个就是群体 他对这些事情跟他的心境 是天然的这样一个契合的 像黄门也这些大碧山这些地方 我们就一定要选择山泉水灌溉的地方 像我们在黑龙江 我们选择是在那种不断凭凭 我五岁都小学一年级 不到16岁我考到华中科学大学 毕业了以后呢 这么在接近八年的时间当中呢 我一直是在做这个芯片设计 2006年07年 这种严重的这种溃疡性的那种长眼 一直在困扰我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是想着回来我自己调理身体 也给有缘人提供放心的粮食 但是当年你到那个什么湖区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多那种水区里边大量的 比方说出草剂的瓶子呀 农药的这种塑料瓶 出草剂的那种袋子 我就希望能够回到这箱子 真正扎根下来 能够做一些什么 在前面五六年非常艰难的时候 你把自己的那个钱也基本上亏完了 而且还借了很多朋友啊 什么老师啊 就是把能借的钱基本上都借光了 实际上那个时候 我能够坚持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的身体在逐年地变好 变得越来越好 当我坐在那个办公室里边 那个时候呢 身体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它就在缓慢地 在放电的 但是我回到了这个土地上面来 我感觉这个山水呀 这个整体的环境 它实际上就像呢 慢慢地滋养我的身心 就像电池在慢慢 不断地在给我充电 传统文化 对我的这样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高中老乡上就是一个教育家 他说 求名当求万事名 祭力当即天下力 你是要胸怀这个国家民族 这个天下的 而不是就祭你那么一点点 微不足道的那个营头小力 我觉得这些话呢 对我的那个内心最深处的一些东西 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个格局能够再大一些 你能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 甚至你要说是未来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希望成为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放心量品牌 就是一旦我们心中当中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只要能活下去 那么就沿着这条道路走就可以了 第一的或者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一个做事情的这个认劲 第二个我认为 就是我们带有一种功课生思维的这一种 我们比较善于去总结 去在这个中间去发现规律 当年就是因为这个 画了这两个三角形的模型 参加全国的农业创业大赛 有这个经济学家 他说 你这个两个三角形的模型 第一次让回答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为什么这一二十年来 这么多大资本投资农业 都是杀于二归的 你至少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可能最初一门心思的就是想着 我只要把我这一颗地种好就行了 到后面可能会更关注的是 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乡村 或者说慢慢的比方提出了 敬天爱人万物共生的这种理念 那你可能会关注到整个的大生态 这种生态不光是说是我们环境的生态 可能还包括我们社会 比方我们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带动这个乡亲们 大家一起来那个什么实现 就是共同富裕等等这些 到后面我们整个团队 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比方现在有100多名年轻人一起 再来在全国各地 再来做这个生态农业 在六年的过程当中是初步实现了一个 全国的这样一个六个省 十二个基地的这种布局 包括有几个食品加工厂 希望能够打造中国放显量品牌 还希望能够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在未来五年 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实现海外基地的布局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像千亿农业的 就是我们生产的粮食 或者深加工的这些零添加的这些食品 能够走向千家万户 我们已经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粮食食品行业的一个小众品买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那种自豪感吧